全油管最快新闻,根据韩联社报道,韩国西部延平岛一带于5日发布紧急避难令,以回应军方的要求。 居民被要求紧急避难,以确保人民的安全。 虽然报道未详细透露具体的原因,但此举可能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或突发事件。 延平岛位于韩国与朝鲜之间,身处动荡地区,因此紧急避难令的发布显示了韩国政府保护居民安全的决心。 我们将继续关注该事件的最新进展。 韩国延平岛的紧急避难令引起了人们对该地区安全的关注。 这一举措显示了韩国政府对居民安全的高度重视,也给人们提醒了该地区所面临的挑战。 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延平岛的安全形势,以及韩国政府在维护边境安全方面所采取的措施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